大家好,我是田园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韭菜炒煎章的家常做法 首先我们把50克洗净的韭菜切成小段 切好后放入盘中备用 然后我们把200克的豆腐皮切成细丝 切好后放入盘中备用 接着我们在锅中烧水 水开后下入豆腐皮 用中火焯水一分钟后,控水捞出备用 另外起锅烧油 油热后下入少许葱姜片和干辣椒段 葱姜片炒香后把豆腐皮也加进来 再加入一勺生抽 半勺老抽 小半瓦的清水 把它们翻炒均匀后,用小火煮3分钟左右 再加入一勺盐 半勺鸡精 一勺蚝油调味 再次翻炒均匀后,把我们切好的韭菜段也加进来 最后再拎入少许水淀粉勾芡 然后用大火收纸汤汁农床后,就可以出锅啦 如果喜欢的话就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